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牛肉是肉肉中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之一 如果选择在冬季对食器食用就可以起到进步的功效 从而中医角度上这些分析可以看出 牛肉的补经血和温经脉的效果都是比较理想的 可以达到滋养脾胃和强劲筋骨的作用 不过食物和食物之间也是存在相克的 那么牛肉相克大群是什么呢 因为牛肉和板栗同时和降低人体有益的营养价值不顾宜 同时,牛肉和透酱一起吃会伤骨脏 牛肉与香腹子食则生久子质 牛肉与韭菜同时容易上火 第二,牛肉不能和橄榄一起使用 牛肉中含蛋白质与橄榄中的柔酸结合 会产生不易酸化的物质引起肠胃不适 牛肉不能与食用碱一起使用 在烧牛肉的过程中 如果加减就会使牛肉中的氨基酸分子与碱发生反应 虽然使蛋白质沉淀,变性而失去氧价值 牛肉不能与田螺一起使用 牛肉温中热,田螺性含氧质同时不易消化 甚至会引起肤上肤痛的症状 好了,本期节目到这里 欢迎帮帮帮下方评论及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